新竹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七次定期会中 县议员罗美文特别为劳工权益来请命 由于国内疫情不断爆发 许多民众因确诊或匡列而被居家隔离 但这段期间的薪资问题到底该如何发放 才能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 县议员罗美文请劳工处 务必要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 家长要工作 面对公司 政府规定要隔离两天 变成说你没有工作公司就要损失 所以公司当然是给你无薪假 当然给你无薪假 可是他们又没有证明可以清理政府的防疫的补贴 这就已经发生了 那么以后会更严重 那么观念要改变 就是说我们的工资是劳动力的在生产 放假全家也要吃饭 没有工作一样要给钱 这是这样的定义下 所以必须要宣导 先政府劳工是必须要宣导 不能无薪假 最好能够给薪 否则的话你要想办法 跟他争取到防疫的补偿金 我想第一个 我们是希望资方 你必须要不能说给他无薪假 我想这个很好 我们会来努力 第二个 如果他可以申领防疫的这些补偿金的话 这个我们也会请卫生力照规定 开出证明让他来领 那最后如果劳资之间有争议的话 我想这个我们依照规定 这个是我们要出面来协调 县议员罗美文提出的三项主张 分别是不可放无薪假 为劳工争取防疫补助金 即不能低于基本工资 对此县长杨文科表示 县政府会努力向企业宣导 也将请卫生局一规定开出证明 假如劳资有争议 县府也会出面协调 期望保障劳工让大家无后顾之忧 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岸栋梁 这次资巨 准备 证明 嗯